运动伤害 冰敷或热敷 现代人类工作形态 总离不开手机 平板等三系产品 而且经常久坐办公室 回到家又贪坐在沙发 这种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 不仅有害身体健康 代谢力下降 对宽关节及膝关节的损伤也不小 剧烈运动 运动伤害几率相对提高 久坐上班族通常会出现 站立时臀部肌肉无力 坐着时候吸关节惯性 维持约90度姿势 造成关节压力升高 当姿势突然改变 就会造成关节旁的韧带 超过正常张力 而容易产生发炎情况 附健医师图利文表示 临床上常看到爱好路跑 或选择打篮球 羽球等运动的患者 因为平时久坐后宽关节 或膝关节的筋膜较紧蹦 当进行各类较剧烈运动时 导致运动伤害的几率也相对提高 还有一些人平时运动少 因为想减重开始运动 多半会从跑步开始 因为平时每段练下肢肌肉不发达 而一旦进行跑步运动 则膝关节承受重量 为体重的4到6倍 此时就容易出现膝关节或肌腱发炎状况 另外一种是平时就有运动习惯者 常因为要挑战自己肌耐力 运动时间太长 强度过高 当天运动疲劳尚未恢复 隔天又继续挑战 常会产生肌肉 肌腱拉伤撕裂 结果出现疼痛的发炎反应 运动伤害发生 当下建议先冰敷 运动伤害发生时 当下建议先冰敷 将患部加压固定 然后就医治疗 图利文医师指出 轻度发炎时可先冰敷处理 若超音波检查后发现已有韧带 肌腱 肌肉撕裂伤 除了借由附件仪器如雷射 超音波 磁场电疗外 也会考虑注射PRP PLT鞋小板增生治疗 加强患部修复的速度 一般来说 运动伤害的造成通常是运动方法不当 包括运动前暖身不够 运动太过激烈 时间太长或动作错误 以及运动后没有适度让疲劳的身体回复正常等 图利文医师提醒 运动前暖身的原则是让身体有发热感觉 如原地或绕圈小跑步 运动中如练深蹲 硬举或打球 若感觉吃力时应停下来休息 运动后可做收操的伸展运动 按摩肌肉 回家后足够休息 消除疲劳感让身体回复后再上场 此外 建议上班族坐时尽量维持头部往上伸直 脊椎不受挤压的姿势 一小时就引起生活动筋骨 就能避免可能的运动伤害发生 健康生活编辑部 建议上班族坐时尽量维持的姿势 感谢观看